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以下的时间我们这样的祈祷交托 是奉我主耶稣得圣的名靠 阿们 接下来我们有一段敬拜赞美 一起赞美 一起敬拜 主耶稣 我们祷告 也来到我们的心 感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 当我们唱起歌 当我们敬拜祢的时候 祢就在我们的当中 祢就在我们的中间 阿们 我们要带着喜乐和心来一起赞美 敬拜主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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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 中文字幕——YK 高山和屁股中都看不 相信就能能复 长长祷告 耐心等候 主座事务平时 流泪说中的欢呼首歌 相信就有心愿 三吹地手再一次举起来 关闭地室再一次敞开 好看一切勇敢 好想一切走断 来到这里面前不需要慢慢 你的心没有爱来愿问 难看一路被主爱充满 主持我的力量 主持我的高海 主持人有福利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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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注的手 下注的手 下注的手再一次举起来 吻地室再一次敞开 好看一切勇敢 往下一切中担 来到这里面前 您才能有福利路 请不吻地宽 还永不离开 使得这耶稣不管我们是在高尚或地骨 不管我们是在美好的时候 或者在犯案中 你都是我们的平安所 阿伦耶 上帝你是我们的平安所 上帝是我们的平安所 是我们的平安 是我们在欢迎中 所以是你当中 上帝是我们的平安所 上帝是我们的平安所 是我们的平安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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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帝是我们的平安所 上帝是我们的平安所 上帝是我们的平安 上帝是我们的平安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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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欧阳三明堂 是的 上帝 我们来到你面前 我们要尽情的敬拜你 让我们全全部都交在你手中 哈利路亚 耶稣 圣杰独立 探险 神力之对能力 你的爱是很疼 长一波高盛 满游的父母救命天 耶稣 圈鱼独立 温柔 佩乐 荣耀珍贵总在 若已清零城市 尽情敬拜 坐在宝座上 延远我的祝 聚集我的心 来敬拜 你 用生命 来为你爱 祝我一主 让我等待 祝祢 静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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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稣 生在同意 救助 展现 神的智慧能力 祢的爱是恨恨 禅火高盛 满了恨恨恨 静静 静静 耶稣 全冰空的温度 黑暗 荣耀 珍贵宗泽 祢的心灵 静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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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在宝床上 我的居住 祢是我的心 安静 静静 ICU 静静 静静 L 有声音来为你的爱 欧我一种 让我的看下 欧离 静静 不走在自己的心 喉咙聚取我的心 安静 欧我一种 让我的看下 欧离 静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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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祂能用祂奉主耶稣的生命 阿们 让我们用诗篇九十篇一到八节 来颂赞我们的上帝 诗篇九十篇一到八节 主啊你世世代代作我们的居所 诸生未曾生出 第二世纪你未曾造成 从行古道永远 你是神 你是使人归于尘土说 你们世人要归回 在你看来 千年已过的昨日 又已是根的一根 你叫他们如水冲去 他们如饭一窍 早晨他们如生长的草 早晨发芽生长 万上割下枯干 我们因你的怒气而消灭 因你的愤怒而惊放 你将我们的罪业 摆在你面前 将我们的忍 忍恶 摆在你面 降至重 让我们一起读出 江南截传 第二主日 天父说 你蒙福的圣子 显然是要破坏魔鬼的俗为 使我们成为神的仪虑 并成熟永生 让我们因拥有这盼望 就会自杰 如同圣子一样的圣结 当他大有荣耀在情年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将他一样 终于永生和荣耀的角度里 他以圣父圣灵 身为一体 一同荣生 一同掌权 从今直到永远 阿们 我爱我祖教会 祖灵与人同居 救赎自主 清流半水 天生清几几处 爱他我常流泪 连他我常祈求 为他使功我奔努力 直到临近方休 十分隆重典礼 十分庄严蒙诗 十分宝贵甜蜜团气 世事相传不停 耶稣为他圆寿 为他自爱良悠 你的外观无事不忧 主在目不拯救 普遗服务社会 宣布上主信念 光华丽世伟大将来 在地如同在天 请听我读出玉书雅记 二十章一到九节 耶和华晓以欲书雅说 你吩咐以色列人说 你们要照着我借摩西所晓以你们的 为自己涉立屠城 使那无心意不杀人的 可以逃到那里 这些城可以作你们逃避 报却仇人的地方 那杀人的要逃到这些城中的一座城 暂在城门口 将他的事情 说给城里的长老门听 他们就把他收尽城里 给他地方 使他住在他们中间 若是报却仇的追了他来 长老不可将他交在报却仇的手里 因为他是素无仇恨 无心实了人的 他要住在那城里 暂在会众面前 听闪盘 等到那是的大祭司死了 实人的才可以回到本城本家 就是他所逃出来的那城 于是 以色列人在那发他离山地 分定加利利的 基底斯在以法连山地分定事件 在有大山地分定激烈瓦巴 又在欲丹河外 以尼哥东 从楼边支牌中在抗疫的平原 设立比息 从加德支牌中 设立激烈的拉末 从马拉西支牌中设立巴山的哥兰 这都是怀疑的众人 和在他们中间 寄居的外人所分定的地一 使不实人的都可以逃到哪里 不死在报却仇人的手中 等他站在会众面前 听审判 这是上帝的怀疑 各位顶戏 各位朋友 大家好 今天要讲的题目是 耶稣罪人的屠城 经文取字 欲书雅记二十章 一到九字 讲到欲书雅记二十章的时候 欲书雅记二十章 是整本欲书雅记最短的一章 欲书雅记一共有二十四章 但来到这个二十章的时候 只有九字 在这九字的当中 也讲到关于屠城的事情 关于那个设立屠城的 在旧约里面提到这个屠城 究竟是为谁来设立的呢 整个里面都有很详细跟我们讲一下 这个屠城的开始 其实是上帝吩咐摩西 跟摩西讲要设立这个屠城 而且要设立六座的屠城 在圣经里面的文数记三十五章 第九到十五节 就有提到关于上帝当时 对这个摩西的那个吩咐 文数记的三十五章 第九节到十五节 圣经这样说 耶和话吩咐摩西说 你要吩咐以色列人 对他们说 你们过了约旦河进入加南地 要指定几座城作为你们的屠城 使误杀人的可以屠到那里 这些城要作为逃避报仇者的城 使误杀人的不注意死 等他站在会座面前受审判 你们指定的城 是要作你们的六座屠城 外人以及寄屠者作为屠城 愿误杀人的可以屠到那里 这个文数记里面就讲到 关于上帝对这个摩西 交代他指示他 吩咐他要建立的六座的那个城 三座在这个若旦河东 另外三座在这个若旦河西 我们看到同样的 当这个摩西听到之后 他就照着上帝的吩咐去做 在这个生命记的第四章 四十一节到四十三节 有提到这样的 那时摩西在若旦河东边 向日出的方向指定三座城 使那素无仇恨 无意中杀了淪舍的空手 可以逃到这三座城中的一座 就得存活 属里面人的是抗野平淡之地的 在这个若旦河东 有三个支派当中 那他们各支派 就建立一个屠城当中 在这个经文里面 圣经讲得很清楚就是 究竟这个屠城是为谁来撤立的呢? 是为那些无意中误杀人的人来去撤立的 让这些无意中误杀人的人 可以有一个地方让他们可以来逃难 逃避那些的人来去追杀他 撤立一个屠城 在这里我们看到 在玉树雅记的第二十章 刚才读的圣经里头 在这个第一节到第三节 就提到关于上帝他提醒玉树雅 当日曾经对摩西的吩咐 在这个玉树雅记的第二十章 第一节到第三节 耶和华吩咐若书雅说 你吩咐以色列人说 你们要照我借摩西所吩咐你们的 为自己撤立屠城 使那无意中误杀人的 可以逃到哪里 这些要作为你们逃避 报去仇者的城 上帝吩咐若书雅 照着他曾经向摩西所交代的 来去做的 结果我们见到 玉树雅就照着上帝的吩咐来行事 在这个同一章的二十章 第七到第九节 圣经那么说 于是 以色列人 画分拿佛塔利山区 加利利的基地士 以法联山区的士剑 和犹大山区的基利亚伯 基利亚伯就是希伯律 他们在约旦河的另一边 就是耶利哥的东边 从里面支牌中 在抗疫的平原设立比息 从加德支牌中 设立基利的拉末 从玛兰西支牌中 设立巴山的歌纳 这都是为耶稣的众人 和在他们中间 寄居的外人所指定的城镇 使凡误杀人者 可以逃到哪里 不至于死在 报血仇者的仇中 直到他站在会众面前 受审判 上帝吩咐玉树雅 若书雅 于是就 恩牌 吩咐以色列人 来到召祖 所以见到有六座城 三座就在这个若南的河东 另外三座就在这个若南的河西 上帝的湿面就是说 在不同的地方 設立这个屠城 而方便那些 无意中误杀的人 能够可以很快地去到 最近的一座城 以便能够逃避那些人的追杀 因此从这些经文里面 我们很确定地知道 这些屠城 是一个为无意中误杀人 安全逃避的一个地方 就是说那些无意中误杀人的 究竟去过哪个地方 可以能够避免那些人去追杀 就是去到上帝所吩咐的 設立的屠城 让他们能够可以 在那里安全地来度过 在圣经里面也说得很清楚 所谓误杀的人是怎样的 圣经里面有一些例子 是让我们知道的 在这个《生命记》的第十九章 第四节到第六节 就提到一些上帝所提及到 一些关于误杀的人是怎样的 《生命记》的第十九章 第四到第六节 《杀人的逃到哪里得以存活的案例》是这样 凡素无仇恨 无意中杀了轮射的 就与人与轮射同入临终佛墨 手拿虎子一斩 本上斩下树木 斩头却脱了把 飞落在轮射身上 以致那人死去 这人就可以逃到那些城中的一座得以存活 便得报血仇的心中发火去追赶那杀了人的 因为路途遥远 便能追上他把他杀死 其实他是不该死的 因为他与被杀者素无仇恨 《圣经》说得很清楚 以这些误杀 是和那些本尼是无仇恨的 是无意中他们误杀了对方 但是避免那些报仇的人来追杀 所以就准备了这些屠城 成为他们安全逃命的地方 那他们在这个屠城的旅堂 能够可以住多久了 圣经里面都有交代 就是直到大祭司的死 就能够离开这个屠城 回到自己本来的那个城市 自己本来的那个地方 在这个《玉书雅记》的二十章 第六节就这样和我们说这件事 第六节说 他要住在那城里 直到他站在会众面前受审判 等到当时的大祭司死后 杀人者才可以回到本城本家 就是他所屠出来的那城 他要住多久呢 是没有一个定期的 可能十年八年 可能二十年 等到当时的大祭司死了 正能够可以离开这个屠城 回到自己本乡的地方 换回来说 当大祭司死的时候 这个死就象征 已经杀人者的罪已经终止了 他就重新可以得着自由 可以离开那个屠城 而因着这个缘故 从这个大祭司的死 他们可以离开屠城 就是说 一切的那个复杀已经复还了 那个追杀的人 报仇的人 是不可以再来到去追杀 这个误杀的人 一切所谓的复杀 一切应当要偿还 都因着他完成了在屠城的日子 离开了 来到已经复还 所以没有人可以来到再追究 这个是设立屠城 从上帝吩咐摩西 然后上师上帝再次提醒这个若书牙 而设立这个屠城 而将这个屠城的目的是什么 为谁准备而讲得更清楚 讲到屠城的时候 其实屠城是什么呢 屠城是一个避难所来的 讲到避难所的时候 在这个诗篇四十六篇第一节 跟我们讲说 上帝是我们的避难所 上帝是世人的避难所 这个避难所就是当你避难的时候 一个地方可以给你在那里 来度过那些难处 度过那些很多的问题 所以屠城是一个避难所 当你有难的时候 你在存在一个无助 存在一个很害怕的当中 而有一个地方被你避难的时候 你的心会觉得怎么样呢 我不知道当中有多少个 你曾经经历过走难的事情 我们听我们父母这样跟我们讲 在日本时代的时候 每次日本兵要来到的时候 他们那种走难的痛苦 那种的经验 他们甚至去到那些 无边的地方 包括去到那些坟墙的地方 来到避难的 有个老子母曾经跟我说 他说有一次 当他们知道 日本兵要来的时候 又不可以去走 走到第二宿避难的时候 他们竟然在自己的家里的屋顶 就是屋額之下的 那个天花板的上面 他和他的儿女 在当中来到避难的 我看到在当时每个人 在遇到追杀 遇到那些的敌人 遇到各样的问题的时候 他们要走到一个避难所的地方 是何等的需要 今天有些人 可能欠了人家的钱 甚至欠了大耳窿的钱 而被人来到追杀 也都有的 我最近都能够 有一个姐妹跟我说 因为她的弟弟 欠了大耳窿的钱 大耳窿就追他来到还祭 说什么时候来到 说什么时候来到 所谓来到叫她健康 令到他们家人都心惊胆跳 今天你和我 在这个世上里面 其实都遇到很多的所谓的难处 所谓的困难 所谓的问题 其实今天我们在世上里头 也都有很多个风浪 今天当我们遇到很大的难处 很大的问题的时候 哪是我们的避风港 感谢上帝 上帝是我们的避难所 因为上帝是让我们知道 我们自己的那个有限 自己的无作 以至我们能够可以回到上帝的当中 来避难 所以这个是我们在神的面前 最感恩的地方 上帝在避难所 是让我们在这个风浪当中 在这个大雨的里头 有个地方可以来遮风挡雨 诗篇四十六篇第一节 这样跟我们说 上帝是我们的避难所 是我们的力量 是我们最患难中 随时的帮助 神经说 上帝是我们的避难所 祂也是我们的力量 当你觉得自己最无力 最无助 最乱弱的时候 上帝说 我是你的力量 我能够可以来帮助你 不但如此 使经耶稣说 上帝是我们患难中 随时的帮助 今天你有难的时候 找人帮助 人家不一定可以帮到你 一方面有可能 别人不愿意帮你 也可能别人 无能为力来帮你 但是我们感谢神 上帝说 你面对患难的时候 我是你随时的帮助 随时是什么意思呢 随时就是说 无论在何事 无论在什么情况下 上帝在当中 会看着我们 会帮助我们 因为祂了解我们的问题 知道我们的难处 祂会来帮助我们 我们在全世界各地 都面对新冠肺炎 这个疫情的严重打击 有些人 他因着患上感染到这个疫情 已离世 有些人 仍然留在医院当中 接受治疗 有人因着这个疫情的缘故 他们在工作上 在生意上 在很多方面上 都带来了很大的打击 但是我们要记得 当我们觉得 真是 不知道祂怎么样的时候 无法去面对 去应付的时候 感谢上帝 圣经说 祂是我们患难中 随时的帮助 多谢主 因为上帝是我们的悲难所 上帝是我们的力量 上帝是我们在患难中 随时的帮助 你和我便可以 在任何时候 来到上帝的当中 仰望祂 依靠祂 尋求祂的带领 和帮助 在圣经里面 提到关于这个屠城的时候 救浴和我们说 是因着那些 误杀的人 为他们所准备的 但今天我们都知道 当你杀人的时候 其实是要上命的 只不过因为 恩杀 上帝说 他不应该被杀的 但今天你和我 在这个世上的时候 一样东西我们要知道 就是耶稣基督 是罪人的屠城 为什么这么说呢 是因为我们每个人 在世上里头都犯了罪 我们的罪 是多方面的 我们的思想 我们的行动 我们的思觉 我们的听觉 我们的各方面 从这个亚当夏娃的开始 直到今天 我们有这个原罪 也都有我们自己 所犯的罪 当我们有罪的人的时候 我们的结果是什么呢 圣经讲得很清楚 因着罪的缘故 就要面对 这个死的刑罰 所以在这个 罗马书的六章 二十三节 就跟我们讲 罗马书六章二十三节 说 罪的公价乃是死 但是 圣经说得很清楚 罪的公价 罪的那个刑罰是死的 但是圣经里头 并没有停留在这个死字的当中 在这个经文里头 继续下去说什么呢 圣经说 唯有上帝的恩赐 在我们 基督耶稣女 乃是荣神 罪的公价乃是死 唯有上帝的恩赐 在我们主 基督耶稣女 乃是荣神 是一个本来死的 但是现在不但不需要死 而且同样得了荣神 是谁能够给我们呢 是上帝 圣经说 唯有上帝的恩赐 英文里头用了两个字 叫做 free gift gift 就是礼物 free 就是免费的 就说上帝 有一个免费的礼物 在耶稣基督里头 当你和我 在耶稣基督里头的时候 就是荣神 这个在耶稣基督里头 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指耶稣基督是罪人的屠城 当你和我到面对这个死的时候 印象最大的这个死 但是我们有一个屠城 可以让我们避免这个死 就是来到耶稣当作 圣经里面很多处的地方 讲得很清楚 这个耶稣基督 他是罪人的屠城 在《提摩太前书》第一章十五节 基督耶稣到世上来 是要拯救罪人 耶稣来到这个世界 是做什么呢 耶稣来到这个世界 跟他们讲了很多的教导 很多的教训 很多的真理 耶稣在这个世上 为了很多的人 做了很多的事 包括医治 包括神迹 但是他的最终目的是什么呢 圣经说 是要拯救罪人 耶稣基督到世上来 是要拯救罪人 他成为了罪人的这个屠城 我们感谢主 《提摩太前书》一章十五节 讲了耶稣基督来到世上的 那个最终的目的是什么 不但如此 在这个希伯来书的第十章十二节 有这么说 耶稣基督 献了一次永远有效的属罪制 什么属罪制呢 就是耶稣基督 他为世人的罪 而钉在十字架上 流出他的保险 这个就是耶稣基督所献上的这个属罪制 而圣经说 耶稣献上的属罪制 只有一次 连这一次 是成为一个永远有效的属罪制 耶稣基督不需要再次的 为罪人 钉在十字架上 因着这个缘故 今天你和我 在这个恩典的当中 在这个救赎的当中 只要你和我 愿意相信这个耶稣基督 耶稣基督就成为了 你和我的那个同性 我们不但 不会面对这个 最大的那个刑罚 并且 我们可以 能够得着永生 所以四经都很清楚 所基督献了一次 永远有效的属罪制 在这个《若书雅记》的二十章 第九节 那边跟我们说 二十章第九节说 这都是为以色列众人 和在他们中间寄居的外人 所指定的城镇 使凡误杀人者 可以逃到那里 不止于死在 报血仇者的仇中 直到他 暂在会众面前 受审判 感谢上帝 神经说 当日的那个屠城 不是单单为以色列人 来准备的 除了以色列人 而为那些寄居者 也都为了外人 来准备 换够说 上帝对每个人都这么好 他都想到那些誤杀的人 他们真的输过屠城 但是他不是单单为了以色列人 而为了以色列人之外的那些人 就是那些寄居的人 以及那些外人 换够说 以色列人 以及不是以色列人 都可以去到屠城的当中 耶稣基督是罪人的屠城 耶稣基督的圣面 是公开给所有的人 不管你 不管他 或者不管我 是有什么背景的人 屠城是公开的 给所有的人 耶稣基督 他献上的属罪制 他为我们罪人 所献上的这个属罪制 带来给我们罪的圣面 也都是公开给每个人的 无论你是什么人 无论你是什么背景 无论你是来自何处 无论你以往是 怎么样做过什么的事 这个圣面 是同样为你 为我来准备的 感谢神 每个人都可以来到耶稣的当中 耶稣为罪人准备的屠城 是每个人都可以准备他 以致我们避免这个死 并且能够得着荣受 我们感谢神 圣经里面 无论在旧药新药里头 都跟我们讲了关于 救恩 是为所有的人来准备的 我们都感谢神 因为耶稣的吩咐 要我们去到世界各地 来到全阳福音 令人规矩 是因为耶稣的圣面 耶稣基督的救恩 是为所有的人来准备的 在这个结尾的时候 我想问一个问题就是 你愿意带领这么多人 进入屠城吗 当日在旧欲时代 我们见到 以色列人他们准备了六座城 为那些误杀的人来准备 今天耶稣基督 已经为我们准备了一个 全世界的人都可以进入屠城 你愿意带领更多人进入屠城吗 就是说 你愿意带领更多的人 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 得着他的救恩 得着他的社面盲 这个的使命 这个的命令 这个的托福 是上帝交给每个人 你和我有这个责任 带领更多的人 进入屠城 就是来到耶稣的面前 认识 相信耶稣基督 屠城是为所有的人来准备的 你和我是应当不分种族的 不分地方的 来到张福音 带领人的当中 但有些地方可能受到限制 我们不方便 或者我们不懂得到其他地方 但在我们本地的当中 有很多的人 是你和我可以来到传福音的 单单是华人 我们看到就有很多的华人 是我们可以来到传福音 面对华人的时候 然后我们可以知道 明白了解他们的文化 在语言方面 大家都很熟悉 在各方面大家都可以容易地相处 你可能觉得很困难 向其他人传福音 但是向华人传福音 你是可以做到的 今天在中国以外的国家 马来西亚 在中国以外的国家的华人当中 是第二多的 泰国是中国海外十大华人居住的国家的敌人 一共有850万 而我们的马来西亚有742万 而美国是第三 有452万 跟着是印尼有283万 而新加坡也都佔了第五280万 跟着加拿大有177万 秘劳有130万 缅甸有125万 而澳洲有121万 而菲律宾也有114万 面对这么多的人 是你所熟悉的 在语言语上 在文化上 在生活的情况上 你同学可以向这些的人 来传福音 带领他们来到主的面前 认识我们的主 但你记得 这个同习是为所有的人来准备的 耶稣的社面 是公威给每个人 不理会他是哪个人 但你可以向着你最方便 最接近你的人 才开始来到全国福音 令他们来到上帝的面前 我们一起祈祷 祈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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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前我们很感谢你 因为耶稣基督 是罪人的屠城 也多谢你当日 你让有人来说 让我们知道 可以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 得着社面 以至我们今天 能够成为 天父你自己的儿女 天父求你同样 帮助我们 愿意带领这么多的人 来到这个屠城 让他们同样 得着这个永生 让他们同样可以 来到去 得着耶稣基督的社面 因此天父求你 让我们每个人 愿意付这个使命 愿意付这个托福 愿意参与这个宣教 带领人来到你的面前 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求你听我们的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生命 阿们 我们同样有三个问题 让我们来思考 我们所听过的讯息 来到去回应 第一个问题是 你有逃难过马 心情是怎样的呢 可能你曾经在日本时代走过难 又可能曾经被人追过债 又可能曾经被人来到去复仇 你当时的心境 心情是怎样的呢 第二 耶稣的社面 是公开给每个人 不管他是什么背景 为什么耶稣对每个人 都也是一样的呢 第三 你愿意带领人进入屠城吗 为什么呢 是他们愿意 为什么你愿意 是他们不愿意 又为什么你不愿意呢 多谢大家 我们要背中的经文是 提摩太前书 一章十五节 我们一起读两次 提摩太前书 第一章十五节 基督耶稣降世 唯要拯救罪人 这话是可信的 是十分可佩服的 提摩太前书第一章十五节 基督耶稣降世 唯要拯救罪人 这话是可信的 是十分可佩服的 各位顶照平安 今天是圣餐主日 我们一起来到上帝的面前 来到纪念我们的耶稣基督 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 舍身流血 我们一起先来到 在上帝的面前 来到认罪 来到反省我们自己 求上帝来到赦灭我们 我们大家一起读 认罪文 全能的上帝 我们的天父 我们常在思想 言语和行为上 得罪你 又得罪人 又因自己无知 本性乱弱 当做的不做 不当做的倒去做 现在我们痛改前飞 决心悔罪 因着圣子耶稣基督 为我们写命 求你赦免我们以往的罪恶 由施恩使我们成为新人 尚侍奉你 就将荣耀归于你的圣名 阿门 我们一起听这个解罪文 全能的上帝 愿意遥述一切真生悔悔的人 愿上帝连述你们 遥述你们 并拯救你们 脱离一切所犯的罪 坚定你们的心志 加强你们行善的力量 保守你们得永生 你都是靠着我主耶稣基督 阿门 我们一起有这个平安礼 我们都是基督的身体 我们都是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为一体 所以让我们追求和睦 建立我们共同的生活 愿主的平安与你们同在 也与你同在 愿主你们同在 也与你同在 你们的心当仰望主 我们要感谢主上帝 感谢赞美上帝使用当的 我们一起祈祷 我们一起祈祷 天父说自立我们奉圣子 救主耶稣基督所作的正中 现在我们效法祂榜样遵照祢的命令 并求祢借了圣灵的能力 洗这个饼和酒 作为祂的身体和补血赐给我们 祈祷被卖的奶叶 拿起饼来捉借了 就抹开 分与祂的门徒说 你们拿这个食 你是我的身体为你们写的 你们应当这样行 为的是纪念我 万凡之后 又照样拿起杯来 捉借了 递给他们说 你们都拿这个饮 那你是我立新药的血 是为你们和多人面罪流出来的 你们要上上这样行 来纪念我 基督死了 基督活了 基督要再来 我们一起读 主耶稣教导我们的祷物 主祷物 我们在天上的父 愿人到专父的命为圣 愿父的国降临 愿父的智行在地上 愿同行在天上 我们日用的饮食 求父今日赐给我们 又求遥恕我们的罪 愿同我们遥恕得罪我们的人 不叫我们遇见试探 请求我们退来凶恶 入国道权兵荣耀 传师父的 西西莫尽 阿母 我们一起来到领寿 这个饼和这个酒 这个我们今次用这个果汁 我们先打开 拿出个饼出来 这个饼是代表耶稣基督的身体 为我们的罪来到捨身 流血 我们带着感恩的心 来到领受这个饼 我们一同来领受这个杯 主耶稣留个补血 是因着我们的罪 从十字架上被钉 而流出来 让我们在领受的时候 我们一起来到 向上帝感恩 我们一起读 现在给我们的罪来到 我们的座手 献身祷物 全能的上帝 我们感谢你 用圣子耶稣基督的 圣体补血 萎养了俺们 我们借着他 将身体灵魂献给你 作活祭 求你以圣灵的大能 插显俺们出去 在生活和工作上 赞美荣耀你 阿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各位弟兄姊妹 大家早晨 平安 很开心 今天早上能够有这个机会 来跟大家分享和介绍 我们的时工 也就是博爱盲人宣教时工 博爱盲人宣教时工 在1991年已经注册成为一间非营离机构 我们侍奉的对象就是全国各地的盲人 也通过我们的这个时工 我们希望能够将福音和救恩的信息 带给全国各地的盲人 我们的办事处 就在十五杯 也就是Brickfields 这个地方 在我们的办事处 每一个周末 我们都会进行 几个不同语民的团契聚会 其中包括每逢星期五 下午一点至到三点之间的这段时间 将会进行马拉雯的团契聚会 每逢星期六早上的九点半至十一点半 也都会进行我们的中文的团契聚会 一样也是在星期六下午的五点钟 也都会有我们的英文聚会 如果大兄姐妹有时间的话 可以刮过来 跟他们一起团契 一起的交流 当然了 现在因为疫情的关系 我们不能够有这个实体的 这个团契 等疫情的情况过去了之后 可以恢复实体聚会之后 我们很欢迎大兄姐妹 过来和他们一起团契 一起交流 除了有这些不同语言的聚会之外 我们也都有这个探访和辅导的时工 我们会去到医院 或者去到一些个别的家庭 探访一些的盲人朋友 或者是一些不同残障情况的 一些的朋友 通过我们的探访 通过我们的辅导 希望能够给他们 有这个心灵上的鼓励 在辅导的方面 我也都希望 面对着家庭问题 或者是婚姻问题的朋友 都能够通过我们的辅导 能够是 收到他们得到一些的帮助 除了这些事工之外 除了这些事工之外 我们也都会 偶然间都会去一些的教会 是分享的 或者是会去到一些 外州的这个教会 进行几日的短宣 除此之外 除此之外 我们也都会去过 东南亚的一些国家 进行这个短宣 除此之外 我们也都会为大英姊妹 就是 会 举办一些 退休会 或者举办一些 一日游 这些活动 或者大英姊妹 会问 我们的经济 来源是 来自哪里呢 我们的经济来源 最主要就是 来自 教会的资助 公众人士的 捐款 和大英姊妹的奉献 除此之外 我们也都会 盲人 大英姊妹 是 准备了 有声圣经 或者是 盲人典字的圣经 跟他们去阅读的 我们也都希望 通过这些有声圣经 和典字的圣经 能够是 带给大英姊妹 或者是 对于圣经 想要更加深入了解的 盲人朋友 一些的帮助 除此之外 我们也都希望 能够培养出 一班 祷告勇士 希望他们 能够在 祷告方面 能够是 通过他们的祷告 通过他们的祈祷 能够 影响 这个社会 因为疫情的关系 很多的盲人朋友 或是 盲人大英姊妹 他们都受到了 影响 受到冲击 有些甚至是失去了工作 我们在这方面 也都很感谢 王牧师 和我们 一起配合 在经济方面 是 多多少少 能够帮助到一班 因为疫情所受影响的朋友 或者弟兄姊妹 度过今次的难关 非常多谢王牧师的帮忙 好 我对于我们的事工的介绍 就是 到这里了 多谢 各位订阅平安 欢迎来参加今天 这个线上的崇拜 我们有几项事件要报告 也请大家为所提出的事项 来代祷 第一项 十一月 是宣教月 感谢上帝 我们可以来敬拜祂 十一月是 聖家伯利堂所定的宣教月 鼓励鼎姊妹 参与宣教 而且为 2021年宣教基金迎协 我们非常欢迎 博爱盲人宣教中心 带来今天的敬拜赞美 以及事工的分享 欢迎你参与敬拜 第二项我们继续为了新冠肺炎来祷告 新冠肺炎在世界各地继续蔓延 美国和欧洲国家的受感染 和死亡人数不断增加 而在我们的国家 马来西亚每日的病例也高居不下 求上帝联敏医治病者 保护医务人员 及阻止病毒的蔓延 我们也求上帝 保护医治病人员 第三我们继续为了圣诞节 慶祝万会的筹备工作祈祷 感谢上帝不到两个月就是圣诞节 在这个疫情笼罩之下 我们仍然借着圣诞节 全港耶稣的福音 我们祈求上帝帮助筹备的工作 宣传的工作 邀请亲戚朋友出席 以及其他要办的事 我们今年的主题是树光 第四项 耶稣罪人的屠城 感谢主在教育时代有屠城 为误杀人而预备 今天我们有耶稣作为我们的屠城 使我们这些罪人 原本要接受死的惩罚 因耶稣的死 我们罪得赦免 今天的信息提醒我们 要把人带到耶稣面前 认识祂 第五 为宣教基金应献 感谢主每一年本堂在宣教月鼓励 顶姊妹为下一年即明年的宣教基金 作信心迎协 2021年本堂照样预宣四万元 支持宣教事公 包括支持宣教士神学院 福音机构 盲人 艾毒 贫困人士等 请大家为这件事祷告 预备心 按照上帝的感动 为明年这个宣教基金 作出信心的迎协 第六 审悲盲人 博爱 忠心 感谢主 哥林波审悲 博爱 盲人 宣教中心 服侍盲人 多年 每个星期都有 英语 马来语 和中文团契聚会 参加的人数有七十日 随此 还积极带领盲人 归向耶稣 在祷告里 让我们常为盲人士工 带到主持 今天我们来听到盲人士工的分享 能够更多了解到他们 整个忠心的操作 我们为他们来感恩 第七 纪念欠安的肢体 我们要继续为胡佑好姊妹的子宫癌祷告 为周信心的直肠癌祷告 五月清姊妹的眼幕手术 改在十一月二十日 我们求天父带领今次可以顺利的进行 另外也为过年陈正贤姊妹 她在十一月中旬接受十五次的电调祷告 求上帝看顾她 第八 拾一奉献给上帝 感谢主致给我们福企奉献 在有条件行动管理期间 所以我们不能够回到教堂崇拜 我们仍然可以透过银行 望向奉献 求天父帮助我们 不要停止奉献 第九 纪念黄牧师的脚踪 感謝上帝黄牧师 今早在本堂聖餐崇拜主持及正道 同时与盟人一起敬拜主 接着上午十点在大同花园掌路会 縣道堂六宁主日 线上崇拜正道 十一月十六日星期一 参加本牧区议会会议 请代祷紀念 我们一起祈祷 趁我天父你们的面前 我们献上感恩和赞名 因为十一月 特别提醒我们宣教的重要性 让我们聖家伯利堂 可以在这个月里头 透过每个星期主日的讯息 透过我们所听到的事工的分享 我们想来加征我们对这个宣教的负担 我们多谢你今天盟人团契 这个弟兄姊妹在我们当中 他们带领敬拜赞美 他们来分享事工 我们感谢你 恶求天父来祈福 博外盟人宣教中心所做的工作 透过他们能够带领更多盟人 来到你的面前认识你 祈求天父透过宣教阅 来到感动我们的心 我们大家都愿意为明年的 这个宣教基金来到营协 给我们有这么大的信心 愿意参与这个宣教的工作 祈求天父我们继续为了新冠肺炎祈祷 向求天父阻止新冠肺炎的蔓延 帮助各国的政府 由智慧聪明 如何来到去处理疫情的事情 我们都为着有病痛的弟兄姊妹祷告 向求主继续来到联敏医治 胡友好姊妹 周信心弟兄 也都帮助五月清姊妹 能够在十一月二十日 顺利地来到动她这个眼幕的手术 也都帮助带领过年姊妹 她准备要接受这个十五次的电疗 求主帮助她能够适应 帮助她能够减少各个副作用 恳求天父听我们的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或者祂队 尽快工作也来临 甚至早晨清醒 述之央菜花消失 优优独播剧场 我要心情 澎湯渐渐加密密量 我也将你分心 赶快工作也来你 月灵蒙帮群 赶快工作也来你 趁着爱做梦名 尽心尽一尽力量 愿意细合你 分析飞食那流逐 应当从事专心 赶快工作也来你 月灵蒙帮群 尽心尽一尽力量 G notwend烦恼群 尽心尽一尽我 分析 sniff 正你好 懷孔昨夜来的灵 与联盟变聚 我们接受祝福 愿上帝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 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 使你们认识敬爱上帝和圣子我主耶稣基督 又完全能够上帝 圣父 圣子 圣灵所赐的福 降在你们中间 相与你们众人同在 阿们 愿你们平平安安地去福事主 靠着基督的圣命 阿们 会不会入岳 他不会迟稀 优优独播剧场 颜辛